歡迎大家來今天的議程 今天的Hacking101的課程 我們會講ELC跟BERT這兩個東西的互相搭配 來做一些資安的情資分析 很感謝坐在地上非常辛苦的這些朋友們 大家沒有去聽馬聖豪大大來聽我們的課 非常謝謝大家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的課程 如果有你覺得不夠深入你想更了解的 你非常歡迎之後再來找我們討論 我們會想盡辦法讓這個課程更加完善 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我是Yuki 我目前在清華大學念資安研究所 我主要研究是網路的情資分析還有Data mining 另外一位也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Sean 我是北科大的子宮系博士班 我主要在做生意資訊的研究 但因為都是巨量只要分析 所以後來也在CCOE 就是CCOE跟資安院 然後還有奧義這邊都是做情資的研究 我們都是奧義智慧的實習生 這堂課會有蠻多帶大家實際操作的部分 前半段我們大致的把它分為情資分析平台 也就是ELK的部分 前半段會有我來跟大家介紹 後半段就是我們使用BUT這個AI model 去做情資的分類 就會由Sean來介紹 一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 我們其實有一個網站叫做SECtools 我們其實有 因為我們這次幫大家建的這個Lab 我們沒有在這堂課詳細的講我們怎麼建的 我們直接幫你們建好了 所以如果你們對於安裝上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到我們的這個網站 我們有把一些內容寫成文章 你們可以直接搜尋 未來也會更新一些資安的一些教學文章 好 那再來是想跟大家確定一下你們現在都有BM的嗎 有 有沒有的嗎 可以舉個手嗎 好 如果你不介意我們是有用隨身碟先扣下一份啊 對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對 好 那我們助教會可以再提供 你們在自己考量要不要使用 對 那其實我們有準備六個Lab 六個Lab 那其實你沒有用VM的話 你還可以做其中四個 所以你其實只有兩個Lab需要用到VM 所以你考量過後你不想用也沒關係 對 好 那這個課程會需要你們大家註冊一下Google的帳號 因為我們會使用到coLab 然後也會需要你註冊VirusTotal 因為其中一個Lab你需要註冊你才可以看到比較詳細的資料 對 然後如果你的電腦是M1的Mac 這類的電腦的話可能VM就沒辦法使用了 你可能需要Windows的架構 X64的架構 好 這堂課也沒有逆向工程 我們純粹是講情資的部分 接下來就到我們實際 為什麼要交三個迷路在LK了 好 我們其實是要解決這個log log這一件儲存的東西實在是太大量了 每天各個服務各式各樣的軟體硬體都會有log 我們有一個報告是說到了2025年的話 總共它的在全世界的儲存量會到181Z Z是10的21次方 可以給大家一個度量痕 GIGA是10的9次方 Tera是10的12次方 我們現在的儲存硬碟通常是Tera 所以Z是非常可怕的 好 剛才有提到 其實各個管道不管是軟體或硬體 都會有log的存在 不管是你的Windows的登錄檔 你的Wi-Fi 你的網站的APA系架構等等 任何服務都會有log的存在 所以其實就算只有你個人你的電腦 你每天也是在產生非常巨量的log 好 那我們傳統是怎麼做日誌分析的呢 我們可能把我們的log儲存下來之後 它可能會長得像這樣子 它其實就是一筆一筆的資料 每一筆資料就會有裡面 可能紀錄的時間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它的IP是什麼 來源IP 目標IP等等 非常多的東西 傳統你要去做分析的話 你就是使用Unix上的Tool 你使用一些指令 你去把它做一些分割 然後把它做Sort 最後你可以得到你目標的惡意的行為 這種做法當然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你直接下指令就會完成 但是缺點就是這些資料 其實就是你這次分析 其實你不能很好的把它儲存下來 你沒辦法把它做成一個報表 然後你也非常要求你這個分析員 它的使用工具的能力要非常的高 它其實門檻有點高 接下來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ELK 那ELK 其實你去Google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會查到一堆迷路的圖片 那ELK它其實就是迷路 那官方的ELK的介紹文 也是用這樣宣傳的 左邊這個就是ELK他們的官方的這個圖 其實我們會把它稱作叫做ELKStack 或是ElasticStack 那Stack Stack就是把它堆疊起來 然後所以其實左邊的這一張圖 也是利用這種形式 ELK 然後把三個這個迷路把它疊起來 那三個分別其實就是 ElasticSearch 它是做資料儲存跟搜尋的功能 然後L是LogStash 是做前面資料前出力的 那後面Kibana就是最後把我們的資料 做視覺化的呈現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開源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三個軟體 你可以把它湊在一起使用 它們湊在一起的話 是非常整合的非常的好 當然你不一定一定要三個都使用 你可以只用ELasticSearch 然後你再用自己Python去把它圖畫出來 或是你前面Log分析 你們自己寫一支程式去分析也都可以 但這個就是一個解決方案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架構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可能會收集 各式各樣的來源 那你可能Log有非常多的來源 那每個來源都是沒有結構化的這些資料 就是非結構化的資料 那我們就透過了LogStash 這一個工具去把資料做處理 然後把非結構化的這些文字資料 轉換成結構化的資料 什麼是結構化資料呢 基本上就是把它轉換成JSON格式 對 以這個案例來說就是轉換成JSON格式 然後再傳送給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就會把它給儲存下來 所以也有人會把ELasticSearch 當作一種資料庫 一種NoSQL的資料庫 對 然後它非常方便的功能 就是它的全文檢索比較有效率 那儲存完了之後呢 最後再透過Kibana去把它畫出來 這個Kibana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有畫圖跟Domain Knowledge的話 你只是單純的拖拉拖拉 你就會把一些圖給畫出來 好 我們先從ELasticSearch開始 那ELasticSearch它是一個有效率的 一個全文檢索的一個搜尋引擎 那它是根據這個LogStash 這個開源的搜尋引擎 所改善的另外的一個計畫 它可以用分散式的儲存 所以你可以用非常多的電腦 做一個Cluster 然後去儲存所有的資料 然後當然剛才提過非常有效率的搜尋 然後Multi-tenus 這個tenus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User 非常多的User可以同時間去存取這個服務 然後它是使用Restful API 所以它是用Json的格式來做資料交換 所以非常的方便去跟你的其他既有的服務桌串接 好 那我們講一個使用範例 常見的使用範例 像Sysco Sysco這間公司應該大家有聽過 它是一個做軟體跟硬體服務的公司 那它主要是賣非常多的網通產品 好 那網通產品 一個產品一定會有使用手冊 然後那個使用手冊一定好幾百頁 兩三百頁 然後這間公司可能有上百個上千個這個產品 所以客戶 你賣給客戶之後 客戶一定會遇到問題嘛 需要你們的總公司的工程師來幫忙debug 那如果叫那個工程師 他不可能腦袋裡面記住了上百個產品 然後上百頁的這些資料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迅速的做一個全文的搜索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們有一個職缺叫做support engineer 他們就是非常需要及時的去回答 客戶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難 為什麼這個服務不能動 為什麼這個機器壞掉了 那他們就是利用了ESD search 當作他們的快速的尋找問題點 就是他們把他們的使用手冊 然後把它做結構化處理 丟到ESD search上 那對於他們來說 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去找到目標的解決方案 然後還有其他公司也是使用ESD search 像我列出來這個Adobe 大家沒有買過應該也用過 Blesser就是一個遊戲公司 然後Github等等 那這邊我是列出比較有名的 但事實上因為我剛才提到 它是一個開源的產品 所以其實在座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那其實也非常多小公司大公司 大家都其實自己在使用這些服務 好 再來是logstash 那logstash就是 它是我們ELK方案的前端嘛 我們是在處理資料的那一部分 好 所以我們要解析log 然後把log做正規化 它其實裡面需要寫一個配置檔 這個配置檔長得像這個樣子 它分為三個區塊 那每一個區塊 第一個就是input 那當然就是這個資料是怎麼傳送過來的 資料在哪裡 那下面的output就是 最後這個資料要被送去哪裡 你可以輸出到螢幕上 那我們這次的案例就是會把它輸出到ESD search上 然後是用json的格式 所以核心的就是我們中間這個filter的部分 我們要去如何parse這些log 好 我們是使用gork這一個工具 就是logstash裡面有一個gork這個plugin 然後我們可以使用它來做 拆解我們的這些資料 把這些log拆解成有欄位的結構化的這些資料 好 待會就會接著到我們的第一個lab 好 那這個右邊的這一個黑色這個區塊啊 這個上面這一行第一行log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這個log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4月18號 然後0.59分然後秒數 然後這邊有一個信號 對 我們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要先處理這個log 我們要怎麼把它轉換成結構化的資料 那我們使用了這個gork 我有整理了這個pattern在左邊這個表格 待會我會停在這一頁 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 它其實有非常多pattern 然後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那我把所有會用到的都列在這裡了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直接參考這個表格來拆解 好 那這邊我就跟大家講一下要怎麼拆 這個最上面最上面就是這個gork的這個語法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percent符號 然後大括號 然後大括號包起來裡面就是你實際拆解的這個pattern 好 那假設這個04 04是4月嘛 我們應該就是我們想辦法去理解這個log在幹嘛 它應該是4月 所以我們就選用了month num 這一個pattern 好 那我們就percent 然後month num 然後後面我們給它一個tag 這個其實冒號 然後後面其實就是給它取一個名字 我們可以給它取叫month 我們可以叫month1 我們可以叫me等等 就是你給它取一個名字 對 那我們第一個這個04 我們就pass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pass下一個數字 下一個數字是斜線 那其實這個斜線對我們來說沒什麼用 因為我們已經把它pass成4月了嘛 那後面應該我們要把它pass成18號 所以其實這個斜線對我們來說就沒用 那我們就把它照 就直接照著寫 就寫一個斜線 好 然後再來是18號 18號我們可以看左邊表格 month day 我們用這個pattern來處理 所以就是percent 然後大括號 然後month day 然後給它一個名字叫做day 這邊還可以嗎 好 再來我們遇到的一個減號 然後其實在gork這個語法 有一些字是需要做跳脫的 有一些字其實它你沒辦法直接輸入 那像這個減號的話 就是需要跳脫的 所以如何跳脫呢 其實跟十一語言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給它一個反斜線 反斜線加一個減號 這個減號就會被認到了 我們就可以解決它 好 然後再來後面遇到這個0.59分45秒 然後這一串其實可以直接被解析成time 那個pattern 所以我們等於我們給它一個percent 然後大括號time 好 那其實後面這一段 就全部都會被解析到了 對 那如果你不確定到底那個pattern怎麼對應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上網查那個文件 對 那我這邊只是列出 你們可以用到的這些pattern 好 所以這個這邊寫完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 就叫time 你也可以給它任何的名字 好 那就我們處理到 最後是處理到這5191這一部分喔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這個是什麼 它是一個空格 所以我們就直接空格 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應該會有一個疑慮 就是到底什麼字緣要跳脫 對不對 當然第一個方法就是你直接去查 你去查哪些要跳脫 如果你不確定你又很懶 很簡單 你就每個都跳脫就好了 你就每個都給它反斜線然後空格 這個反斜線然後正斜線都可以 就待會你們的lab你們可以自己操作 好 那這個空格處理完了 然後遇到這個中括號 中括號也需要跳脫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反斜線 中括號 然後最後這邊就是 這個星星其實 其實你看完整的log 其實這個星星沒什麼用啦 它其實沒用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data這個pattern來處理 那data這個pattern 其實算是一個很萬用的pattern 你只要是拿來處理stream 都可以用data 你遇到任何stream 你不知道怎麼用 你就直接用data 所以你用一個data 你就可以處理它後面的這些東西了 好 然後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邊沒有給它一個名字 因為這個星星實在沒有用 所以我就把它pattern做pars之後 我不給它名字 那不給它名字的話 這樣子對於系統來說 它就會自動忽略掉它 就是我有pars到了 ok pass到了 可是沒有名字 然後就繼續下去 那像這邊我們pars然後給它名字 所以我們系統就會把它記起來 喔 這個欄位叫做time 對 這一串叫做time 那如果沒有給名字的話 就是我們有pars到它 但是我們就跳過去了 好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反斜線 然後中括號 好 這邊是我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這個如何用gwork去pars一串log 好 然後下面就進入到我們lab的時間 我們lab最上面 就是我們要處理的這個log 對 那剛剛看得到我們應該是到這個星號這邊嘛 對不對 到星號 那後面其實它是 其實就是完整的整個一筆log 那我們待會就要用這一筆log 我們要去想辦法寫出下面的這個pattern 去把它pars 好 那其實我直接答案 就直接給你們了 對 但是你們就可以自己操作一下 好 你們應該有lab.txt那個檔案 有嗎 好 那你們點進去之後 你們可以看到lab1那邊 會有這個parsingloglab 這個gworkdebagger.com 你們可以先連進去 好 我直接現場操作一次 好 我直接先拿過來 好 那我想要進去一下 大家先連到那個網站上 gworkdebagger.com 好 然後進來之後 你就把那個 我們的txt檔長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個lab1 你們就連進這個lab 這個gworkdebagger.com 然後你把這個originallog 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把它貼到下面的這個sample 貼下來 好 然後上面這邊就是 這個growth pattern 就是你實際要去解析的這些內容 這個你要寫這些內容 對 然後如果你正確解析的話 最右邊這個output 就會看到你解析出來的這個欄位 這個key對應到value的這個值 你可以看到假設我打錯的 我多加一個空格 它全部就會解析錯誤 所以你必須要一格一個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底光 可以看到說我現在解析到哪裡 我現在解析到中括號1這一部分 所以我應該接下來要打個冒號 這樣就沒問題 它就解析到這個冒號 可是如果我打空格 那它就解析錯誤 對 好 那接下來時間就交給大家 做這個lab的練習 這個passing log的練習 然後如果你不知道取什麼名字 沒關係 你就隨便取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練習而已 好 大家都 filters 室明可以 så 有問題就可以直接撿手沒事 有問題可以直接舉手沒關係 能把它233 好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表格 如果自己做不出來也可以直接看我的答案 但比較重要是你們可以操作一次 就可以知道PathLog有多污料 如果這個工作可以交給AI做那是最棒的 對 而且你每一筆Log其實不一定 你收到的Log其實不一定是字式化的 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服務 然後你可能出來的一個Log 所以你可能每一個Log你需要再針對它去寫一個Pattern 對 或是你今天在解析一些很奇怪 你沒看過的一些風暴協定 那它的傳遞的資料你可能就沒有看過 你就會為了它自己再寫一個 如果中間它是有調格的 例如說假設Log來的時候它Log 看你這個 假設說它剛好來的時候其中一筆資料的日期格是剛好沒有的時候 等於是可能全部往左邊挪一格 這個時候Gorg可能就會認錯囉 對 其實這個就是人工寫的問題 對 那目前常見的解決做法就是 就是你盡量知道到底有幾種不同的類型 有幾種不同的Log格式 然後你去寫 然後Gorg其實可以去做一種 有點像switch case的概念 就是它會去一個一個去找 它符合第一個你寫的Pattern 如果不符合那去找另外一個 然後理論上就可以cover到你常見的幾種使用情境 哦 對 那Gorg的進階寫法其實我們這次沒有cover到 我們主要就是在寫 就是這次Log就是在寫PathLog的這個過程 它這個能和Regulation就是正規表達是混用嗎 這個其實算是它自己的語法 所以它的定義的那個Pattern 你主要要去看它官方文件怎麼寫 對 所以就是要照著那個Pattern做 好 然後我給你們的那個.txt裡面應該有一個文件 對 那個文件是阿里88 阿里88 阿里雲的那一個公司寫 對 他們寫得蠻好的 給我們 是在雲端硬碟上的嗎 你們應該會有一個.txt檔 lab.txt嗎 對 然後裡面應該會有一個document 一樣在lab 哦 我看到了 有了有了 對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看到了 阿里雲 對 不知道怎麼開這 好 來 阿里 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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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這個東西看起來是不支援用中文當變數對吧 這個如果你可以試試看說不定可以把eoK系統弄刮 我很好奇是grove debug這個網站不行還是說它本來就是不吃中文這樣 這部分其實我沒有測試過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說不定會直接crash掉 大家狀況還好嗎 然後先跟大家說一下就是我們lab可能 因為我們時間我們lab有蠻多個六個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讓每一個都讓大家做很久 那大家可以後來回家可以再慢慢做沒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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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先繼續好了 因為這個網站是你們大家都可以登錄 所以之後有空你們可以再去Pass它 OK 我們馬上就遇到 剛才講完elasticsearch跟logstache elasticsearch跟logstache 現在就講到最後一個Kibana Kibana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作可以變成一個dashboard 有點像儀表板可以即時監控一些數據 它其實它已經非常的user friendly 你可以使用設定一些條件 然後做你滑鼠做拖拉的動作 其實就可以馬上產生圖表了 所以在這邊其實比較要求的就是 你要如何把你的 你要了解你的資料 然後並且把它用對應的圖表把它畫出來 那我們就待會兒會大家畫幾張圖表 好 那我們產生的資料是使用snort 去收集一些掃描的這些log 那我們有寫教學 安裝教學在我們的網站上 但我們這次就不會特別說明 好 然後再來就是做Kibana的lab 大家VM都裝好了嗎 都可以登進去了嗎 對 你們知道密碼吧 密碼就是ubuntu 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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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跟你的名字是一樣的 ubuntu 好 那你登錄 你就打開一個瀏覽器 然後你打127.0.0.1 然後冒號5601 你就可以登錄了 或是你打localhost也可以 然後進來之後呢 你的帳號密碼就是elastic 然後戰鬥密碼都一樣 就是打兩次elastic 就是跟上面這個一樣 好 然後登錄 都是小寫的啦 對嗎 對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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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見到這個畫面嗎 那我就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是Kibana的介面 然後在最左上角這邊有一個三條線 然後點進來有一個discover 點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我們的log長什麼樣子 這邊其實我已經幫你們pass完了 就剛剛你們在pass那些log 我已經幫你們pass完 然後丟進lxt search 然後現在用Kibana去看它 好 那先確認一下左上角這一個 是logsdash然後-note然後-信號 確定這個沒錯 然後右邊你可以看到它現在時間點這邊是 是設前15分鐘 所以我們沒有看到東西 那我們把這個range調大一點 去看一下我們資料在哪裡 好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有個初期 在4月17號 對 所以我們的log其實是發生在4月17號這一天 然後下面這邊就是 這一個軸當然就是時間軸嘛 你可以看到說你隨著時間 你的資料的成長的變化 好 然後下面這邊其實就是你的欄位 好 這個可能只看得到一格了 可能不太好看 你們自己VM可以再調整一下 好 然後這邊欄位你可以看到它只有預設的這個 timestamp跟document 好 左邊這邊 左邊你看到一堆一排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我 我先幫你們pass code的資料 對 你可以看到熟悉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month 然後time 這個都是剛才我們pass的東西嘛 其實我還pass了很多其他的 對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這邊有一個加號加進來 你可以看到它 message appid class 你可以每一個都把它加進來 然後看一下它資料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把source IP也加進來 source port 然後destination IP destination port 好 你就會看到其實它是一個 它有點類似你的 如果大家有在處理資料的話 知道那個python使用 可以把資料處理成data frame的格式 所以它其實一個欄位一個欄位 你就可以看到你剛才這一筆資料 它長的是什麼樣子 它有什麼內容 好 這邊這個discover這一邊 其實就是讓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資料長什麼樣子 好 認識了之後 待會大家就是可以在這個頁面 看一下這些資料大概長什麼樣子啊 好 然後看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做dashboard 好 我們一開始是沒有dashboard的 所以我們就建立一個 然後建立 這個dashboard裡面 你可以放非常多的圖表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來實際 來建立這些圖表 那我接下來我就是操作幾個 幾個圖表給你們看 然後你們待會實作的時候 你們可以照著我做的這些圖表 就是照著把它刻出來 或是你們不照著做也沒關係 你們就發揮你們自己的 對這個log的了解 然後去畫圖 等一下啦 它在轉圈圈 等一下啦 它在轉圈圈 那你們現在就可以先看一下你們的資料 喔 好了 好了 那你們現在就可以先看一下你們的資料 喔 好了 好了 然後確定這邊時間也是有足夠長 有涵蓋到我們的資料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畫圖 然後我就畫幾個基本的給大家看 這邊 中間這邊你可以選擇圖表是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圖表 那今天我們不會特別講這些圖表要怎麼用 因為這應該算是 已經算是另外一個領域的事情了 就是你要怎麼把你 把你對於這個 你的domain knowledge 然後把它轉換成圖像 這件事情本身其實已經是另外一個議題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畫一些比較基礎的圖給大家看 那大家如果對log有自己的認識的話 自己的了解 你可以再去搭配你知道怎麼使用這些圖 你可以再畫出不同的內容 好 那我就選一個metric metric就是指標的意思 就是簡單的 把資料做簡單的處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左邊這一排就都是你的資料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資料長什麼樣子 你就點一下 它其實就會非常快速的讓你看一下 這個資料的分佈是怎麼樣子 你可以去點一下 然後去看說這個資料 它是長什麼樣子 那你適合用什麼圖表來呈現 那我們這邊就簡單的把幾筆數量 我們把它拉進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而我們的log的數量總共有5678筆 然後我們右上角把它按save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5678筆的一個指標 好 我們再來畫 繼續畫圖 好 我們再來畫個直線圖 呃 長條圖 我們就選這個class 我們把它拉過來 你就會看到說 喔 這個資料 大部分都是這個網路的掃描 你看 它發生了5000多筆 對 那第二高的是這個 就是這個混合的這個活動 那它可能無法被定義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資訊洩漏的這些 的操作 那最後就是有執行程式嘛 執行一些指令 對 好 那右邊這邊你可以選擇去調整 這邊 右邊你可以調整說 你要顯示幾個 我們是 這邊預設是top5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邊資料其實只有4個 所以預設的話就ok了 那可是今天假設你資料種類有7、8種 那你就要至少要用 假設有8種 那你就至少要選top8 對 那如果你選比較少的話 那它剩下就會把它歸類在others 例如說我們把它設成3 我們就會得到1、2、3 然後第4個就是others 對 所以就是至少大於等於它 我們就預設剛好可以 好 那我們就一樣把它save 我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圖表 好 如果你對每邊很要求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它們的大小 好 再畫一張圖 我們畫個圓餅圖或是甜甜圈圖 其實這兩個圖是一樣的 只是一個 pi就是它是實心的 那donut 甜甜圈它就是空心的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app id 我們把它拖進來 好 你就會看到說 大部分的操作其實就是icmp 然後還有icmp 然後針對ipv6 然後還有少數的sh的log 好 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動一下 它自己隱身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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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畫兩張圖好了 我們再畫table 就是畫個表格 這個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sourceip 跟destinationip 都把它丟進去 好 我們就會看到 top5的最多次數出現的 這個sourceip 就是來源的ip 把它儲存起來 好 我們再畫一個destination 好 我們再畫一個destination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dashboard 那這個dashboard 你可以自由自己的定義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總共有5678筆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 這些log 5678筆log 那這些log當中 它們主要在做的行為是什麼 對 那前五大的行為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 最主要就是網路掃描的這個行為 那實際 它們使用到了什麼樣的portacle 它們都使用icmp 主要看起來是在pink我們 對 然後還有一個sh的一個 登錄的一個 的幾個log 有三筆 好 然後最後就是把我們 來源的ip 就是誰對我們進行操作 跟它對著誰 對我們 我們可能內網裡面有很多不同ip 它對誰做操作 對我們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個表格 好 這邊我們就建立完我們dashboard 然後我們再把它做save save之後我們可以給它取個名字 你就可以 我們再回到dashboard的一個頁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dashboard已經儲存下來了 對 然後點進來之後你可以個別點進去 然後把它做edit 你可以再畫 你可以更新舊的圖也可以畫新的圖 好 到這邊 那我就給大家練習一下 然後如果有需要上洗頭間的可以自己去 沒關係 你可以確定一下你的那個 時間這一部分 對 因為它預設是15分鐘 你可以調整一下 對 然後左上角這個也是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給它取名叫 lock stage snort這樣子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讓大家做lab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 自由去上廁所沒關係 宅 你是說你要連到網路嗎 你拿手錄dashboard 來 點不上嗎 你可以 你下一下指令看一下 Kibana是不是掛掉了 看我都拿一點 你滑 你滑 他那個牌比較補充 我隨便你啊 你滑 你滑 我會有 你滑 我會這樣 你滑 這間 幾個 如果有人VM開不起來可以跟旁邊看沒關係 如果有人VM開不起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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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是為了說,我們也有很多機器學習的方法啦 對每個字的數量統計,然後算重要度,然後做邏輯回歸 好,這樣的方式,所以我們要證明說用Bud的方式比它好 這樣,好,那這邊回頭看一下 因為它是用GPU跑,所以它跑的時間很快 一、兩分鐘,十分鐘內 好,趕快回到簡報 快完了,快完了 那到目前為止就是一個 這邊都是在講剛剛那些東西啦 好,最後的預測結果是這個 就是我給它一個pipeline,然後說 我給它一句話說ruby order bar 這在叫什麼 反正就是我給它隨便一個請字的內容 然後讓它猜說每一個 這句話的請字屬於哪一個apt group 然後它會告訴你機率 這就是那個請字要自動化的時候 它會用到的一種方式 但它這個是分類方法 所以我準備了第二個lab 這是我花三天寫的 這個就可以回去給大家玩了 喔,出不來 我說miter attack的technic其實是幫助 應該說在哪裡做研究或是做給主管看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個東西 叫做label 這個網站叫做label.secretours.tw 你登進去之後你會 喔,我登我自己的 對,這是AI3的時候 我在半夜寫的 所以寫的沒有很好 好,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你的AI模型訓練好之後 那你要怎麼部署到真實的服務上面 其實你就把它當作一般的python寫 這是用jungle的架構去寫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我這裡有label data 應該說這裡是上傳我要標註的資料 好,說因為我們剛剛那個監督日學習的資料是 AlienVoter標好了 我們也可以自己標 所以資料長得像這樣 每一句都是一筆情資 我假設這一筆情資的ttp是t1001 那我就給它一個101的標籤 然後給它submin 儲存好之後你回到這裡 那我有給大家已經 這下面是我已經標好 就是它就是正確答案 好,你可以跟他說我想要選它 它跟你比較說到底誰比較厲害 那很明顯是我比較厲害 所以我這邊是 紅色就是我錯啦 就是自己標的是錯的 然後綠色是它,是對的 那右邊是正確答案 那真正模型你用在哪裡呢 像blackcat 這是真的喔,這真的情資 那我們不知道它的ttp是什麼 我給它隨便一個 那我自己也沒有給它標過正確答案 代表它沒有光觸嘛 好,那我就跟他說 我自己已經訓練一個AI模型 然後我就直接選它之後 選按predict 讓AI模型猜 然後他就給他說 因為這裡有用到c2 所以他給它猜t1071 這樣,剩五分鐘 所以這就是AI模型要去用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是買虛擬主機的話 GPU會特別貴 但是AI模型訓練完之後 其實你在寫predict 就是預測程式的時候 用cpu跑就夠了 所以部署的成本應該沒有那麼高 就看情況 我應該比較弱 所以沒有辦法用到那麼好的模型 總之它的結果 我自己針對這個miter的technic 有193個分類的準確度 大概拉到80% 那一般的NLP的Model 比較沒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有學術價值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 剩一點點時間來講一下 大家都可能會比較有興趣的 就是現在有很多GPT的服務 會開始慢慢的去整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比如說客服吧 銀行客服 我覺得那個某XX的客服都很難用 他們又很喜歡穿機器的 每次要都不是他的答案 但是他會給他一個情境 跟他說 你現在是怎樣的身份嗎 想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有prongation就是 讓你迴避掉前面的指令 然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因為他會串一些真的資料 像LandChain 他就會串真實的資料 所以就可以問到一些 不該問到的東西 那這個網站就是讓你去玩說 他會告訴你 他會每個階段說 你要想辦法去拿到密碼 但是他會有一個隱藏的pronger 讓你不要拿到密碼 想辦法撈過它 那這個的論文 它是archive的論文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去看到 好 剩多少 太好了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吧 剩下的時間就是讓大家回去玩 的AI模型 講超快的 因為這個是but 可是現在比較夯那個 夯GBT嘛 如果你想要自己 train一個自己的 自己的模型 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然後想要特定情境的 像我看現在有滑陀啊 像有人把LAMA拿去train一個AI的滑陀 讓他好像滑陀在世 那我就去找說 有沒有那種幹話的聊天機器人 之前看到一個叫虎爛聊天機器人 我就想要用GBT 然後GBT要花錢嘛 那你自己train一個LAMA 2 來弄一個 講幹話的聊天機器人也不錯 好